外資大買後面 糕點都不多了 這個買一次還有 到第二次這邊再大買 糕點已經不多了 最近的 十月份吧 十月份那個一整個月 十月沒有大買 今年的排名第二次的大買在 十月十五 因為它十月大賣嘛 十月十五 已經在這邊了 緊接著又給你買420元 就從上個禮拜買到這個禮拜 有沒有 大買兩次 第一次第二次後面大概就 見高 大概就不有幾 就大概糕點就不遠了 你有幾次發現 外資是在底部大買的 沒有 那為什麼我每次都可以 對不對 能夠彎腰筋鑽石 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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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你現在知道啊 為什麼我的勝率比別人高啊 懂 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賬夫之城城聊產業 現場我您邀請到的是永成國際投股 陳建成分析師 陳建成老師好 陳建成好 請問觀眾朋友大家好 進入11月 其實呢台股你會看到從11月1號開始一路向上走 走了將近快要1500點 那包括從外資回來開始一路買買買買買買買 十幾買耶 那當然就讓整個成交量也跟著就帶了起來 可是到了今天 哎呀老師 今天稍微好像有稍微停頓一下 這兩天的大盤就開始有點震盪 開始在這邊頓了 那現在這個到底是要怎麼看 我們現在大盤的觀察指標要怎麼去觀察 怎麼看呢 停頓很正常 因為國外今天要過感恩節 Sansgiving 要吃那個火雞大餐 知道 其實每年到感恩節 網路就一大堆跟感恩節有關的火雞笑話 真的嗎 我知道耶 可能我很少過 今天的YT我不想滑到一個就是有人要煮火雞大餐 然後要把整隻火雞放到鍋裡去炸 去料理 對 那這樣去炸鍋去炸嗎 沒有啊 就是整個鍋啊 就煮那個 油鍋 對 油鍋 那整隻火雞下去油滿出來 滿出來之後 然後液到外面那整個火就燒起來 把房子給燒了對不對 OK 然後他就酷酷說 Cut your turkey not burn your home 對不對 就是你是要料理火雞 你是要料理火雞 不是要把房子 要把房子給燒了 對 所以 好那 今天的量稍微縮一點了 有 因為現在兩天大概差不多有三千 可是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外資買超已經開始停手了 對啊 本來是零食四年 轉買為賣小賣 好那當然因為可能是 因為今天要過感恩節啦 可是其實往年啊 往年大家都期待說 行情會做到12月 有沒有 集團做帳 對到年底 可是其實跟外資比較相關的 個股呢 基本上不會跟你做到12月 大概就做到11月底 12月初啦 為什麼 因為外資要放大價去 對 不管今年有賺錢沒賺錢 基價好不好 反正公司給的價照樣又修 對不對 差別在哪邊 差別是操盤好的外資 去五星級度假村 對不對 開期度假 去澳洲去大堡礁 對不對 去潛水 那操作不好的呢 可能就 空空 對 離家裡近一點 回家 可能就是 如果你在美國 很就近的這一個 滑雪盛地去滑滑雪這樣子 就默默的過節 好 那今天呢其實有一個指標 我想跟大家做分享一下 什麼指標 就是成交比重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天的台積天人在休息了 對 還來在570到580間 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中小型的 個股 艾西股 活蹦亂跳 活蹦亂跳對不對 其實也沒有 也不見得中小型艾西股 其實有一些中小型的科技股 也都活蹦亂跳 昨天很多漲停板的 對 像那個華晶科很久都沒漲了 對 這兩天都亂漲一下 華遜 對不對 一整年都沒漲的 育創 突然跟你兩根漲停 對不對 昨天跟今天 然後又要跟你朝什麼 AI 對不對 也要跟你搭什麼 AI IP 有沒有 所以最近大家 我們在講IP 對 上禮拜 現在沒有漲高價IP 現在只要跟IP有關 也拿來跟你吵一吵 有沒有 那個 聯發科也有IP 有沒有 威勝也有IP 有沒有 最近大家都 不只是要扯AI 還要扯IP了 你記得前一段時間 我們帶你做宏觀對不對 有 宏觀 後來台郡是不是 並宏觀 說要並宏觀 對 宏觀做的是衛星的IC調節器 衛星調節的IC 宏觀也有IP 對 現在什麼都跟IP扯上的關係 對 所以 所以最近這兩天 看到了一個資金的一個動向 對 所以反而大型的是比較悶的 對 但是今天呢有一個指標 各位可以稍微留意 什麼指標 那就是我最愛的一個指標 各位 我只知道老師最愛的秀蘭姐姐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那是科技女神 對 那是女神 各位 那現在呢關注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從我9月11號回來環語電台 是 我很少跟各位講技術分析 老師從來不講 我從來不講技術分析 我們在環語 這兩個多月來 從來沒有聽過一天 對不對 對 各位 我說真的喔 我是建中畢業的 清大畢業的 頂尖學霸 我們高中同學 大學同學 一堆 還有以前排球隊學長 一堆頂尖學霸 是啊 如果技術學校真的可以讓你 像郭台銘種種能量大富大貴的話 變古神的話 對 大家都去 那我就不用叫我小孩認真讀書 也要去考北女 對不對 就好好把技術分析的書 K好就好啦 對不對 論K書 學霸們 台青教程的學霸會K書你嗎 對啊 他們更強大 他們這麼笨嗎 他們不知道要來K技術分析嗎 他們都是金頭腦 為什麼這麼 還要每天在台積電燒乾燒廢呢 為什麼每天還要再去那些IC設計公司 對不對 被老闆釘在牆上 對不對 所以大家帶去學校 帶去公司 跟著同事輪流 上班也下班也 對啊 所以呢 這個技術分析 如果這麼容易學會 那大家都不用那麼拼命了 在賣 賣賣賣賣 不是說技術分析這麼容易學會 是他根本就沒用 你學他幹嘛呢 一語道破 對不對 老師直接講不懂 你不要 你要記得你要錄對節目 你知道嗎 你現在是在我層層的分析師 你現在不是在我們公司其他分析師那邊 好不好 對不對 你在其他分析師你可以講說 技術分析我這邊有什麼分析 我這麼容易讓你學會 你還幹嘛 對不對 你還幹嘛還有那個 對不對 我們是不講究技術分析派的 你要搞清楚你現在是在錄誰的節目 我們是產業分析 懂 連甜心都要被我酸 真的沒關係 老師講的是重點 好來聽清楚 在我這邊是技術分析無效用 無用論 我說真的 但是有一個指標你可以留意 籌碼 什麼樣籌碼呢 跟大盤成交量有關的籌碼 好 今天的大盤的成交指數 電子的部分佔了80%以上 電子來到80% 電子沒有那麼容易過80 常態大概五六十對不對 對 今年的常態大概就是六十五七十 到七十就差不多已經熱了 今年你發現每次在炒一下軍工 炒一下光光的時候 生計的時候 電子的比重就會掉下來 對 通常別人去炒那些的時候 造成電子的比重掉下來的時候 都是我的眼睛真大的時候 就是當大家都開始把電子丟出來的時候 去追那些所謂的熱門國 對 所以我通常都不愛去追 什麼軍工啦 追什麼 熱門的那些什麼感冒藥 有沒有 無人機啦 無人機現在也變烤雞啦 對不對 是不是 最近不是尾巴戰爭嗎 有 最近不是尾巴戰爭嗎 那麻煩你去看一下你的雷虎現在變什麼虎了 變巧虎了嗎 對不對 來 來 沒有啦 我覺得我嘴巴很賤 我應該要把我嘴巴貼起來再對 我嘴巴貼起來就不用每天聊產業了 不行大家都要聽 所以呢當電子比重如果有一些開始悄悄板效應 我們講喔 四出反常必有妖 你要記住這句話 四出反常必有妖 誰是妖 所以我們做股票講究是一個正當數據 是很重要 什麼叫四出反常必有妖 各位 2021年的7月出的航運成交比重每天都在50以上 是的 那時候的電子我記得有一天就7月2號那一天 剛開盤的時候 電子是掉到20以下 對 二字頭 對 後來慢慢回到30 拉拉拉到3 對 來 那一天的數據我拿給大家看一下 眼見為憑 這是那一天 那一天呢 日期都有喔 7月7號 7月7號 2021年7月7號 我這一個喔 節目都還在我的YT上面 你可以直接用2021 0707配合古海大丈夫陳建成 去搜 你一定可以搜到那一天 老師還分析喔 當天 如果你去搜到那一天 你發現那一天你在買航運股的人 很抱歉喔 我只能說相見恨晚 對不對 差兩年 差兩年你的航運從200塊到 陽明現在只剩五六十塊 有沒有 好來 我當時我就說 航運的比重過熱 對 55%耶 過半耶 麻煩你現在看航運現在的比重多少 2 3 2% 3%喔 對 2% 3% 超這麼多 這是航運的常態 所以當時 電子 航運佔大盤一半的時候 四處反常必有腰 對 對 所以當時的航運就是腰 對 對不對 你要跟著腰走嗎 當然不是啊 所以他一定會怎麼樣 校正回歸嘛 對 武術要 對不對 要均值修正到哪邊 均值回歸到 10%以下嘛 電子呢 那天只有29 對不對 所以電子要怎麼樣 很長啦 要回歸啊 回歸到50嘛 以上 那這回歸的過程就會讓電子有沒有 有錢可以賺 讓航運怎麼樣 有高可以套 嗯 對不對 那是不是一輪套的 欸對 好 導播馬上回來一下 懂了 同樣的 我用那時候的航運 兩年前 各位 7月底的時候 所有人都在AI 對不對 今年2023年 對 大家都在封AI嘛 有沒有 好 那封AI你就AI啦 為什麼 因為AI 我有跟各位講說 在7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大盤成交量來到多少 五千多億 五千多 我們就是有圖有真相 好不好 對 就看今年2023年的7月 老師直接showcation給各位看 來 請看 好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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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底 來 麻煩你看一下 在7月底的時候 7月底的時候在這裡 7月底在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 7月的成交量 在有爆過兩次 有沒有 這邊 對 這邊 是 兩個量 是大量的 都是多少 將近五千億 有沒有 有沒有 這一個是7月31號 就是月底 月底做盪 衝到最高點 也是怎麼樣 愛到最高點 愛到最高點 對不對 對 愛到最高點 對不對 月底最高點 也是愛到最高點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今年的大量 就是在這兩個 有沒有 那個大量也是今年的最高點 它有指數的高點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來 導播回來 為什麼講愛到最高點 因為月底做盪 對不對 為了妳 我願將天下所有的一切繁華 全部送給妳 是不是 愛到最高點 我願將我 所有的身家 全部 對不對 洪荒之力通通推上去 送妳AI 對不對 真的 所以 愛到最高點 愛努致齒 那真的是愛到怎麼樣 愛到這個 愛到頂了 好 來 所以那時候的量 是今年算是 4900億 剛跟你講對不對 就是將近5000億了 對 那台股呢 在2021年 就是航運股最熱那時候的成要量 我們同樣再來驗證一下 好 我們就直接看2021 就是我們剛剛看7 跟你一個一個寸層摸瓜 你就很懂了 我們剛剛看7月7號那一天 其實7月7號當天呢 我幫大家看了一下 也就是 長榮 陽明 萬海這三雄 航海三雄 萬海是7月1號建高點 然後7月6號是長榮建高點 而7月7號是陽明建高點 來 各位 也就是三雄當中的最後一檔 在這邊的成交量有6千億 有6千億 是 7月5號 有沒有 我們來看 我們就前後看一看 好 那幾天 這一個7月13日 6千6百億 往前最大量的話 是應該就是在那個 那天殺 應該就是7月7號 那個5月嘛 就是5月12日是不是殺1千多億 7千億的量 有沒有 就是三級警戒 對 疫情破口爆發的時候 512 然後7千8 再512 對 就是跳空大跌 好 那換句話說 在航運最熱那時候呢 剛好跟各位講過 就是兩個月後7月 6千6嘛 好 那我們回答一下 6千6 航運比重過半 對 55% 你扣掉3千3 嗯哼 電子呢 三千億 換句話說 在最熱最熱的時候 電子的成交量也不過三四千億 我用歷史給你來看 因為 2021年那一年是台股最熱 史上最熱的一年 因為 我從小到大 我還沒有見過台股有 七千億的天量 爆出這樣的大量 對 而且在五六千億的天量 居然可以維持五月到七月 七月 這麼久的時間 而且是在航運身上 對 但是我過往的經驗告訴我 只要爆出天量 大概不出三個月一定會 泡沫嗎 泡沫 對 當然要看個股 族群也是 當然整體個股 還有一些個股像我們那時候 做什麼新唐資源創維 還可以一路飆到 隔年 過半年還可以再飆兩三倍 所以要看個股 好 那 我說在那時候航運過半 電子也是最熱的時候 電子的單日成交量 最多也不過給你三千 三到四千 已經很多了 到四千億的電子股 有四千億的量已經很瘋了 對 差不多三千 所以三千多 就代表說已經是過熱了 好 各位 今年的七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 是不是來到四千九百億 對 可是四千九百億 大部分的成交量集中在哪裡 AI 就在電子 AI 換句話說 扣掉航運 電子是 扣掉航運 因為七月底那一波 今年七月的AI自亂的時候 航運是沒成交量的 不到10% 對不對 100億都不到 比起那時候三千億 100億都不到 所以七月的AI自亂的時候 所有成交量都在電子股了 對不對 而且集中在AI 都在電子股裡面 而且集中在AI 所以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過熱了對不對 對 過熱了 然後老師剛剛就有講過熱之後就會 事出反常必有要 所以AI自亂那時候你把AI當作寶 對不對 我卻把你當 我卻當什麼 當作腰啊 腰 對不對 我當作腰的你要拿去當寶 那就沒辦法了嘛 事後證明 誰是對的 我是對的啊 可是 當時市場上哪一個人不是 帶著你把腰當寶呢 有沒有 就是這樣嘛 懂 那就跟這幾天一樣嘛 是不是 我都已經在底部買很長一段時間的IC設計 有沒有 嗯 這兩天 突然 突然就熱起來了啊 就大家都在瘋狂 對啊 突然熱起來了啊 對啊 為什麼呢 來我們來看一個數據 而且就是差不多從上週開始 哇 整個IC設計突然那樣夯了起來 來 包括連中低價 各位 最近這一年長的是不是中低價的IC設計股 沒錯 有沒有 我自己專做科技股的 我也專做半導體股的 對 我還要來告訴你說 最近是不是開始有點 過熱 事出反常了 是不是有腰了 腰出現了 我自己買的股票我告訴你你要小心耶 因為它本來是很可愛的 對 本來是被我當寶的 對 結果 你要小心現在它變成妖了 走火入門 可是現在別人是不是把你當 開始要把它當寶了 你會不會有點跟我怎麼樣 最遙遠的距離了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不是甜甜嫁了 有沒有 甜甜嫁你應該把它當寶 這很可愛的時候對不對 小甜甜的時候 結果後來呢 變成什麼 變妖了 喔 拉那個什麼 就變蜘蛛精了 好 來 你就可以理解了 我這邊有一張表 上市櫃電子股成交比重 各位 這段時間請你看一下 如果我們要中小型股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是來看櫃買 上櫃的 OTC 對 那你看一下櫃 你看11月有個低點是 57.85 電子喔 可是突然怎麼樣 就開始往上 突然到今天 爆衝到 89.95耶 89.95代表怎麼樣 90耶 上櫃裡面90的資金都在 OTC 中小型的電子股 有沒有 是的 好 上櫃的電子也一樣 我跟你講 建議開盤的時候 我有看到80 是 有建到八字股 對 建議開盤我有看到80 可到收盤 掉下來變76 有沒有 46 那你要小心了嘛 過去這幾個月最高也不過77.8 是 對不對 10月初的時候 對 那會不會它有點反常了 過熱 會不會過熱 你要想 好 導播回來一下 各位 過熱不代表沒有個股 不能繼續漲 懂 過熱不代表說所有股票都要跌了 懂 我只是提醒你 我從大方向告訴你說 這個租群 短線電子有過熱現象 對 那短線電子有過熱現象 短線有沒有電子 個股的線型是就是長這樣的 有嗎 有往右上角走啊 對不對 有右上角的啊 就是一路向上 北上的股票 有 而且變成是熱門股 人氣股 眾人聚集 目光之所在了 有 很多 就是像這樣 像我們的指數是這樣嘛對不對 導播回來一下 右上角嘛 像我們的指數是這樣嘛 像右上的角度 有沒有 對 是不是 是 那 我要跟各位講啊 那現在電子股裡面 有沒有線型是這樣的 反向向下 山頭斜照 在這邊 右下角 對不對 他現在在這邊這樣子 有沒有 有啊 那 你只要跟我做什麼樣 他現在在這個地方 右下角 他現在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未來準備這樣的 現在還在這裡的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怎麼樣 有產業 做它的基礎 對 趨勢的 有沒有 底氣來自於它的產業 然後有什麼樣 具有護成河 這是老師一直強調的 有護成河的 有競爭優勢的 老師怎麼可能說現在 又在 有產業趨勢 對不對 又有護成河 又有護成河實力的 當然有啊 又在右下角的 什麼時期都有 因為怎麼樣 被大家 遺忘的 遺忘被大家棄勇 看到他現在不長 就不喜歡他 喜歡去追 對不對 追哪裡 追右上角 喜歡追這種地方的 大有人在嗎 不然昨天一堆中小型股 導播回來一下 昨天一堆中小型股 漲停是在漲什麼 對不對 導播睡著了 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 來 所以我說 昨天不是一堆股票 要噴漲停嗎 對 昨天噴漲停 今天一開高 馬上就下來了 有沒有 所以這就是追右上角的結果 剛剛我畫得怎麼樣 追右上角的結果 右上角往右上走 追右上角 追右上角的結果 但是你現在應該要找的是 老師剛剛講的符合三個條件 對 第一右下角 第二有產業趨勢 第三有護成河 對 對 所以呢 這樣的標的 回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比重 對不對 對 是不是 已經過熱了 有沒有 過熱很要小心 因為都在怎麼樣 指標也在怎麼樣 也在右上角 指標也在右上角 右上角請不要去亂追 戒慎恐懼來著 好 那 我接下來我要跟各位 分享另外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也是 超好用的 真的 放諸四海皆準 什麼樣的指標 下半場再告訴大家 剛剛上半段跟大家分享到了 這所謂的資金比重 從電子跟傳產跟 老師剛剛所分析到的這個方向 下半段另外一個指標認真看 還沒有訂閱頻道的 記得來直接YouTube搜尋 谷海大丈夫 或是直接加入小老鼠 HIH888 加入谷海大丈夫Light群組 想聽程程老師聊產業聊心法 或是您想和程程老師 聊聊您的股市人生 現在加入谷海大丈夫Light群組 和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描櫻螢幕上方QR Code 歡迎您一起來聊聊 除了資金比重 它有什麼指標 老師是您覺得非常重要 而且還有趣的 外資買賣草 這是老師最愛看的 因為我們只要給它反著看 對不對 可是外資這操作 我這幾個跟你講 超容易 真的是有夠笨的 對不對 真的笨死 看他們的指標來操作超容易 你看外資昨天是不是在賣台積電 是啊 台積電外資在五百七以上 是不是買了十幾萬張 連十四萬張 對 我們現在等著看 我們等著看它這十幾萬張 它什麼時候 往下賣 什麼時候往下賣 對 它很少會往上賣的 外資大部分都是往下砍的 對 不然你等著看 自己買再自己砍 所以我們今天不跟你糾結這個 我們跟你糾結什麼 那外資買賣超 怎麼來看 我們從裡面 怎樣可以賺到錢 好 來 仔細看 老師教你看 來 各位 我先給你看外資這幾個賣超 好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幾個月 外資只要賣下來 老師有幫大家標註喔 這個是外資大賣超 今年排行第 好 我們就從今年排名第一的外超 好 排名今年外超大賣 第一名 300 7月6號 388億 對 有沒有發現它賣完之後 啪啪啪上去了 就往上衝了 有沒有 好 同樣的 第二賣超 9月21 340億 那是不是在中秋連假前 來 各位 外資在這個賣超 中秋連假前 我是不是帶你買進 買台積電 對 來 沒錯 有沒有發現它賣完之後 就往上走 有沒有 好 第三大賣超 各位 8月25號 有沒有 一樣嘛 賣完 是不是有一個小波段 對 上去 對不對 是 再來 第四大賣超 7月21號 289億 是 有沒有看到 賣完之後 後面月底還是有一波 反彈上去 我發現老師 有沒有 那第四跟第五啊 剛好都是一個是 技嘉外資開始賣 偽創技嘉開始賣 然後呢 投信開始硬 硬硬到最後月底做賬 對不對 再來 好 這是四跟五 再來 沒有啦 通常大賣超都是賣台積電 好 乖資的大賣超一定跟台積電有關 是 好 再來 再來 第五大賣超 10月26號 又是我們彎腰減鑽石 而且這個賣超是怎麼樣 賣完是不是怎麼樣 破一萬六千 對 有沒有 就是萬聖節破萬六 對不對 破一萬六 破一萬六我帶你幹嘛 彎腰減鑽石 有沒有 好 台積電你又有機會再減一次 有沒有 這一次賣完之後 飄飄飄上來了 是 對不對 好 麥超跟妳講完了 好 剛剛我是不是告訴妳說 導播麻煩回來一下 剛剛我是不是告訴妳說 外資賣完 通常怎麼樣 給他賣完後面就是怎樣 就是有甜甜價的時候 就是老師開始建立信息的時候 各位 有的堪買 只需買 你要感謝每一次外資給妳到貨的時候 每次外資賣賣賣賣的時候 就是賣出甜甜價甜蜜區的時候 對 所以你看喔 今年排名前五的外資大賣超 賣完後面都有怎麼樣 都有一波向上 都有高點 對都有一波向上 都有一波反彈的高點 對 好 那現在回頭跟妳講好 買超 來外資今年的買超呢 第一大 今年第一名 1月30 年初 723億 年初的那一波 各位為什麼 因為那是農曆年回來 為什麼 新春紅盤農曆年 去年整年是不是很慘 對啊 就是生息生一整年 外資從年頭一直怎麼樣 賣到年尾對不對 對 然後等到農曆年回來 對 農曆年回來 農曆年前我告訴妳妳要跟我報股票 對 有沒有 報股過春節 結果農曆年一回來之後 農曆年前大家不敢報股過年 外資也都在賣 對 我叫妳農曆年前妳要跟我買好起來 因為年後有人會來抬轎 是 果然 外資回來 好 第一名 外資一回來之後 各位妳仔細看喔 指數並沒有大漲喔 有沒有 指數沒有大漲嘛 指數都在那邊盤嘛 有沒有 沒有 但這一波漲成什麼 中小型 懂 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外資會大買超都是買誰 台積電 所以妳有沒有發現外資大買後面指數並沒有很大的表現 對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沒有漲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的傳統 如果淡季是在第二季 妳在第一季妳大買台積電妳是笨蛋 妳知道嗎 沒有就是啦 因為妳要面臨第二季的衰退耶 對 對不對 所以妳看喔 大買700多億妳在幹嘛 妳讓妳讓誰 讓當初護盤台積電關股怎麼樣 有機會下車 懂了 再來 第二季 五月二六 各位 這是什麼時間 黃仁勳來的時候是不是 對 妳有沒有覺得她真的很瞎耶 她很瞎耶 她們賣完後面漲上去了 有沒有 是 好 那五月中那時候也是很悶的時候 對 上半個月很悶 對 那我是不是告訴妳說五月中以後就會好 對 我理由什麼 因為五月中財報第一季都公不完了 對 所以外資怎麼樣 就回來 等到回來 結束了有沒有 五月二六才開始給妳進來大買 有沒有 再加上老黃來了之後 對 所以 接著六月她繼續怎麼樣 往上買 對 可是妳有沒有發現 她這一個再給妳往上買之後 很快就見高點了 對啊 有沒有發現 嗯 所以妳發現外資大買後面高點都不多了 是 有沒有 這個買一次還有 到第二次這邊再大買高點已經不多了 有沒有 好來 那接下來我要講最近的 近期 最近的齁 十月份吧 十月份那個一整個月 十月沒有大買齁 嗯 今年的排名第二次的大買在十一月十五 因為她十月大賣嘛 十一月十五喔 已經在這邊喔 對不對 對 緊接著 十一月二十一前兩天 對 前兩天齁 又給妳買四百二十一 就從上個禮拜買到這個禮拜 有沒有 那妳要小心喔 我說她大買兩次第一次第二次後面大概就 見高 大概就不有幾 大概高點就不遠了 不多了 高點就不遠了 各位 妳有幾次發現外資是在底部大買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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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懂了嗎 懂了 那為什麼我每次都可以 對不對 能夠彎腰前鑽石 她不要 我買 我買 對 對不對 甚至十月的低點 我買 對 所以妳現在知道啊 為什麼我的勝率比別人高啊 懂 為什麼別人 分析師看著 導播回來 嗯 導播 分析師 看著外資在賣 帶著妳去砍股票 還帶妳去放空 還跟妳賭行情 有沒有 那妳十月中 這麼難做的行情 妳以為妳跟著外資做 妳去放空的 妳完蛋了 嗯 為什麼 因為外資總是怎麼樣 就是落後的啊 追高啊 對啊 外資總是怎麼樣 在沙滴 追高啊 在沙滴 有沒有 追高沙滴 這麼笨的教 這麼笨的操作手法 妳還要跟著外資做嗎 不要了啦 全台北股市 只有洆湞老師敢罵外資的操作 這麼笨 但是老師講的是真話 因為 好來 各位環宇廣播的聽眾好朋友 可能看不到剛剛老師 秀出來的這個畫面 妳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國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頻道 妳就可以看到老師 幫大家秀出來這個外資買賣的動作 妳就會發現 真的耶 他真的每次賣幾乎就是賣在低點 然後呢買完之後呢 就高點不遠了 所以妳要怎麼樣去判讀 老師剛剛告訴妳 今天有兩個重要的指標 一個是資金比重 一個是外資動向 那好妳今天有了概念 那個股接下來 又該如何去操作 那老師有她的一套心法 有她的一個掌握的原則 找尋了三個方向 第一個從產業做出發 第二有護城河 第三在右下角 這樣的標的在接下來 什麼樣的個股符合這樣的條件 老師已經選好了 想跟上的朋友 小老鼠HIH888 直接來跟上 還有記得訂閱 古海大丈夫YouTube影音頻道 再次感謝建成老師 謝謝甜心 謝謝各位 想聽陳誠老師聊產業 聊心法 或是您想要和陳誠老師 聊聊您的股市人生 現在加入 《谷海大丈夫來的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描螢幕上方QR code 歡迎您一起來聊聊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